對 你想幹嘛 不要亂動 一 二 三 就看他們怎麼 好 紅鎮的動作 來 再看 一 二 三 你要小心喔 那你們剛剛卡在裡面的時候 感覺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你真的想知道嗎 我想知道 不怎麼樣 不怎麼樣 你就說 沒有任何一點害羞或是什麼 但我這個人 其實不太容易害羞 那我們問你一個俏皮的選擇題 就是如果兩個人 一直困在那個裡面 你最怕發生什麼事 三 第一 尿疾 第一個就是尿疾 第二個 家裡突然來電 失火了 第三 對方放屁 最怕 對 就是真的 放屁應該還好 那是打火機 很臭 打火機 就一起走的意思嗎 還是 不是 它不是 它那個 腳氣可以燒一燒它弄不見 好 冷知性 那又是你自己放屁呢 但是不好意思 真的是我啦 是我要放屁喔 好 好 所以你最怕的還是尿疾 最怕 因為說真的你被困在裡面 你這火災 你真的也不能怎麼樣 打電話叫一 打電話給那個一 消防局 消防局這樣的話先幫我 可是尿疾 怪裡面你還真的是 好 即便我今天想拉肚子 我都會不要 他會煩 他會煩 他就讓我煩 走開 OK 好 那我們知道你的答案就是這個 應該 來問一下洪正答案是什麼 OK 他應該會選擇放屁 因為他好像包袱很重 對 第三 對方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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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 家裡失火 這個也不是我到不到 能夠解決的問題 一通電話就搞定 你放你覺得比較尷尬 還是他放你比較尷尬 但是自己放會比較尷尬啊 那如果是拍攏感情信怎麼辦 接吻加一般放屁 就是深情的那種 非常深情 就幾乎是要定情之吻的 那種等級的 親妳的時候放屁 哪三個時刻你最不能接受 第一個是要親到之前 放一個巨大聲的水屁 要親之前 我覺得應該是要親之前 還是親到了 還是親一親... 準備好像差不多了 我們應該要問 我覺得是要親之前 放屁一定是大笑吧 對 我想說反正還沒親到 趕快先從來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樣 如果親到了可能就 他居然放屁 對 而且又那個味道 好啦...趕快... 趕快演完 你應該是此生 應該還沒遇過這種吻戲吧 沒有 那就是... 還沒遇過 還沒有期待 我沒有期待 誰有期待這種事情 你的特殊... 你的特殊癖好 你要自己放在心裡面 你有期待嗎 沒有 我不期待 準備今天是最主要 要先進去 這邊先進去 你們到這個位置 看看 最後的聲音 對 最後的聲音 對 最後的聲音 對 最後的聲音 學養學人這樣 再來 好 這樣很好 反正還是我們 對 這樣馬會去負責 對啊 這樣好 來 來 兩個一起 他要先動 他比較慢 所以他才會咬上來說 Sorry 沒有 他技術不如人 我跟你講他比較遠 沒關係 他看他動了 技術不如人 怎麼可能 剛剛看你開車滿狠的 對 我其實開車算是滿猛的人 滿猛的人 我覺得如果我的車子是滿明顯 你已經要準備進去 然後被插 我會開門罵人 我會罵 我會罵 因為我覺得是 他很沒有理由 他一定知道我要那個位置 我應該會下去說 先生 不好意思 就是不好意思 請問你不知道 我要進進去了嗎 對 就是 我會覺得他是一個 很沒有水準的人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 稍微教訓一下 我會覺得他會不好意思 今天在排隊喔 你應該往那邊 那邊 那邊很後面這樣 最後打一拳 這樣 可以 不會太大拳 我覺得你給我一點空間好了 任何一個我想要拿到的東西 我都一定會不計一切 大家的搶到手 我奉勸你 不要成為我的敵人 你會輸得很慘 你還好嗎 好 好 白白 超難 好 好 像這種就是你獨自 弱淚症的狀態 你會覺得 希望有人放身 還是會不會安慰 放身我 拜託 希望有人安慰我 我其實是這樣 有時候人被安慰 他其實那種 可能已經收拾好的情緒 又突然潰癮 又突然又被打亂了 我覺得很容易有這種狀況 所以我是因為 是比如說像 我已經就是 已經處理好情緒 然後突然有人就說 你不要難過了 然後一抱就 不對啊 你那 這不是我 其中的樣子 如果今天遇到 情緒上比較不穩定的時候 我通常都可以 自己排解 我會一直找到方法 然後出發排解 然後我比較不是 不太需要別人主動排解 說你沒有事 我要給你一個擁抱 我好像比較不是這樣 沒有 我會找我的好姐妹們 或是我的好朋友們 訴苦或聊一聊 我就沒事這樣 忘記你了 分別用來 我會想看看